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次这个英雄236一样观众反馈的笔 那我也想好久没做那个短杆了 短杆的话就反正用起来是挺实用的 毕竟能解决那个杆笔倒叉帽的那个问题嘛 毕竟现在正常用钢笔你都不会把那个笔帽给倒叉 那这个笔我拿回来就这样了 不知道有没有包装了,那就看一下 好,哇塞,这笔 这还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尺寸吧 那这一支是146还是一样的 那常常用的笔 然后呢,这个M800 大概这样子 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两支 我觉得必须要对比一下的 我还留在手上就有空闪网一下 闪网一下的一个白乐MYU的长杆还有短杆 那看到了尺寸这是 好,那我们先把笔给收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 那可就如你们所见嘛 这支笔是非常非常小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品项 哦,我不知道这支是现场还是库存笔啊 这个真的 4236好像都给磨没了 然后上面的这些毛痕 哦,这个不知道书写起来怎么 如果书写OK还能接受 反正价格也不会很贵 也是也是几十块钱的东西 嗯,不过这品项 反正我还是能接受这个品项 而且用久 基本上如果新笔嘛 和用久 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样 你们也能看到啊 反正有时候这个样子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反正没有歪肩 然后没有凹凸啊 都可以这些痕迹嘛 也行,岁月的痕迹能接受 但这里有点一个小生锈了 好,这个笔应该是 啊,是这样吗 哦,插拔的 然后呢 哦,我去 可以,可以啊 这可以啊,可以啊 不错啊,这个 感谢这位观众推荐了 这支笔真的挺不错的 哇,这可玩性可以啊 然后再把这 而且这样 你们看一下 哇,可以可以很开 这这笔就是笔舌这里 笔舌有点 已经歪了 我拿一下那个 对这个 我调一下这个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啊,正了吧 正了正了,可以可以这 哎,这真不错 这一支 但是怎么,上墨是 看一下 哦 原来上墨方式是没有变 然后 但这个旋就没有用了 啊,这可以 这 这一支笔真的感谢推荐了 很很不错 很不错,真的 这 这可玩性还是有的 而且小小的一支 这样,对吧 小小的 这样 然后 平常也挺 就你看我手挺 那个什么 袖真的 对吧 可以啊,这 这好 好久没有惊喜感的一支笔了 首先这样子讲吧 平常挺不错的 啊,不 平常一般般 也不能说挺不错 这有点过分了 但是拿起呢 你看就是我手这么去 还是能架的 而且我平常拿比是偏高的 那这时候去 对比的话 这样,你看 我这个其实架还 我的200架出来多 还多出来一点 而且可能我拿比比较高吧 如果手比较小拿比或者比较低的人 那应该适应起来也是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呃,反正这个 用起来真的是 挺有意思的一支笔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盖 然后当然了 可能是那个防那个肉末嘛 这个钢笔肉末都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说啊 我这样子收 然后还能这么小的 这样子我也能接收 比之前那个 纳米的大一路 就9.3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更实在一点了 而且更逻辑一点了 就是单单从我们不讲品牌 不讲别的 就讲他这个设计来讲的话 这个笔的设计 其实还是有想法的 还OKOK 好 那我们赶紧试写一下这支笔 然后应该 但是这个笔真的不太敢拆 拆出来的话 如果把这个尖给拔了 然后换别的尖 应该还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这个 那我们来上一下墨 可以可以 这个啊 对 能感觉到他已经上墨了 这个先放一遍啊 用了一年多了 已经开始有点这种 叫什么 毛痕吗 好 可以 我擦一下 再把这个给 这样 那现在上墨了 然后 转起来 好 那当作我现在用这支笔 这支笔真的好有意思 这个 好 可以可以 我在这里就不要太介意了 这里 好 这一支是HERO 没有摸 再去上一遍 哎呦 这个笔真的是 难道我被坑了 应该不会吧 这个观众应该不会那么坏 哎呀 再来再来 我我多 我多挤挤一下吧 可以可以 这次我先 在纸巾上面 先印一下 啊 应该可以了 这样 试一下 试一下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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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是不行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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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应该是可以了吧 试 不管试吧 好像 vei 用软到手了 行吧 不管就 这笔这次真的是太惊稀了 事 搞得我这次视频不要太安静了 好 试试一下 好 那个书写完了 那首先这样子 那这个我手又弄到了这里 这个非常的抱歉 那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笔怎么样书写起来的话 首先刚刚出现一个问题了 我刚刚学完出来以后 我就刚刚我就直接这样子盖上去 它这个是你这里按 好像是不会把你推回去的 你需要用完 然后收 然后再盖 就是说你用笔的时候对了一个步骤 这支笔就是可玩性笔使用性高 但是拿起来其实不算它的材质的话 其实拿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型的设计还是OK的 写上去的时候这个阻尼感有点大 阻尼感有点大 另外一个触摸能看到比较大 但是它跟我的0.5就是不好意思补一下 嗯 这个0.5的一个 出出细的话 它其实也是差不多 也不会说比较粗或比较细 笔上面能看到这些位置 嗯 对那能看到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好出风的一支笔 那国产笔来讲就就如果是为了出风写中文 很多人说日本笔就最合适 其实国产笔我个人认为也是很合适的 但是写英文来讲 日本笔肯定是比国产笔要来的好 那欧笔就不用说欧笔写英文 那绝对是不可看动啊 好 那我们继续 呃 在下就它的这支笔有点像百乐 或者是那个派克那种 就你出没的时候吧 就会看到有一条小 能看到就就小小的一条 就你能看到整个墨上面 然后是半圆球 这样子有点张力的这样子拉出来 就是说它空膜还是可以的 另外这支笔的话 比如说我轻轻这么一写 那现在是这个粗细 我重重写 你看笔尖的弹性也是相当不错 就是这支笔应该是挺老的一支笔了 现场笔都是非常就是说偏硬的手感 那你看这么这么去写 你看这吧 就就这感觉应该怎么讲 对你看它是可以看到吗 这啊 哎 刚刚那边我不好意思 我刚刚那边挤墨这边挤到了啊 这尴尬尴尬的这边这把真的是应该是这这期视频应该是我弄到手弄到最多墨水的一集了 好那就是怎么讲的笔笔件上面首先这样讲的笔件上面挺不错的 那就是笔杆这个呃怎么讲的这个质量其实看起来还好 你看如果是放这么久也就这点毛痕的话我觉得还是ok了 虽然样子来讲对我个人来讲不是特别喜欢 嗯其他的就又能出风出没也还可以还能有弹性啊这个笔真的不错 好就是我因为我做笔如果看了期数比较多的话嘛 基本上都知道我很少会试写一个笔尖的弹性 那它是弹性真的非常足啊 笔尖的话的素质真的挺不错的 嗯笔杆上面就是说设计也不错 就我觉得这支笔应该差的就是就是一个材料 完完还是可以拿来出用也ok 呃刚刚忘了给大家看一下笔尖了 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尖 嗯ok我转一下 不好意思啊有点手抖啊 可以满人看清吗 可以给 对给这里我再给你们转 那能看到它这个打磨也不是那种刀锋打磨就看起来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万宝龙现场的现场第六代的那种打磨方式啊就是也是就是细细长长的那样子一种长衣的一种打磨长衣的那种打磨吧应该是叫 好我看一下能不能这样子放在一起啊不好意思啊可以可以 那能看到吧反正就还ok中间的中缝部分那个源头有点往中缝就一粒有点往那个中缝那边收 然后边上是这样子ok好应该可以了大概就这样子好那这支笔反正就是试了啊好久没有惊喜的感觉试的挺开心的 笔尖的素质也挺不错也有主力感比较大但是不会是那就是相当于讲的话啊还是要这样子对先收起来对那总体评价就这样子 除了材质以外其他的都ok那外观还有他的设计见仁见智好就这样子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麻烦留言一下给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